大家好,我是山村师叔,有段日子没有吃火锅了,今天买了一堆菜,正好家里还有辣白菜,我们今天到的韩式部队火锅尝尝,把半骨清洗一下 把半骨敲开 先给半骨除出水冒,中间料就放上,把红帽撇干净了 把红帽撇干净,慢慢的把汤熬下 准备好的蔬菜清洗一下 把红帽撇干净 把红帽撇干净 放入葱 把红帽撇干净 把红帽撇干净 把红帽撇切成 切点盐葱 豆腐切片 五层肉切片 铺上白菜 金针菇 西兰花 放上辣白菜 放上蟹棒 年糕 碎皮肠 火锅里面的食材 大家可以自由搭配 现在调个部队火锅的酱料 来点韩式辣酱 再来一下火鸡面酱 调匀了 把我们调好的酱料浇上 放上火鸡面 放一片芝士 打上一个鸡蛋 来上几颗黑芝麻 把我好的高汤倒进去 盖上锅盖 给它蒙一会儿 看着太有食欲了 先来一口 酒刀上 这火锅看着太有食欲了 先来一口 好 来一口鹽肉 嗯 这味道真惯硬 来快点蟹棒 来 这东西有几年没吃过了 前几年在北京吃过 还是那个味道 太干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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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干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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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欢辣白菜的味道了 配什么都好吃 再来一个蟹吧 再来一个蟹吧 嗯 再来一个我的手切羊肉 再来一个我的手切羊肉 嗯 这叫个米啊 嗯 再来一块韩式的年糕 再来一块 年糕是不对火锅的逐配 我吃了一栋火锅,很热热 来一块香菇 放在上面的白色是最容易的 袋子 在上面的变成 就是散开 再来块豆腐 牛肉 牛肉 鸡肉